哈喽 我是中天新闻主播刘盈秀 你也正在思考人生的拼图 下一块该如何拼凑吗 一场你我绝对不能错过的盛世 中天青年论坛 让我们一起用对话找到方向 5月18号礼拜五晚上7点到9点钟 在台大集思国际会议中心 还有晚上10点中天新闻频道 我们不见不散 好 女生卡卡二都来台湾服装造型 改走很优雅Lady优雅路线 跟上一趟前卫风格完全不一样 而最轻易的就是小怪兽这位大学生了 设计手工对戒不但获得卡卡青睐 当众亲吻 而且还开心的向大家展示这个特别小礼物 小怪兽们争相几箱前要偶像卡卡签名 不过有人穿越重重人墙 送上自制戒指 只见卡卡开心收下 还低头亲吻了粉丝手上的戒指 再看一次卡卡从人群中 结果戒指立刻戴上 又马上对着粉丝手上的戒指亲了一下 虽然只有短短一秒 但是却让她万分开心 戴在狮子 然后另外一个也戴狮子的话 它这个跟这个就会 他们如果手铐在一起 是可以戒指头跟指头碰在一起 这位幸运的小怪兽是辅大服装设计系的学生 手指形状的戒指是她亲手制作的对戒 设计灵感就是源自Gaga的搞怪形象 指甲上特地涂上薄荷绿的指甲油 一晚和这一次Lady Gaga搭击底台时穿的荧光绿色洋装更搭配 爱搞怪的卡卡每次出现 服装打扮都一鸣惊人 比一比她去年7月抵达台湾时 顶着黑色金色交错 堆叠犹如蛋糕塔的头发 今年变成橘红色波浪长发 去年身穿黑白色系短洋装 今年则换上抢眼荧光绿色长礼服 还有去年脚上穿的是25公分高的高跟鞋 今年稍微低了一点 是15公分高的红底鞋 对比起去年前卫的Gaga风打扮 今年下飞机时的卡卡 走的是优雅的Lady路线 约谈天后来到台湾 从头到脚都是粉丝关注焦点 真正和温谭若仪台北采访报道